徐向前元帅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级元帅,徐向前元帅故居位于山西省武台县东至镇永安村,是一桩典型的近北四合院式的建筑,1901年,徐向前元帅就出生在这里,徒位徐帅故居,徐帅故居是一桩典型的近北四合院式的建筑,院内正面为主房,两侧是厢房,上下两层是徐帅青少年时期干活和学习的地方, 在故居内,有徐向前元帅童年时学习用的小木桌,1955年,毛泽东向徐向前授勋师的元帅礼服,还有徐帅的羊毛衫、军装等衣物,徒位徐帅的雕像,院子里有一座徐向前元帅的半身铜像,故居有东西配房各五间展示,这些配房展示,陈列着徐向前元帅里大,而光辉的一生史迹,除了照片之外还有不少珍贵的食物 如望远镜,旧军衣,水壶等,这些带着战火硝烟的食物,生动地展示了徐向前元帅的戎马生涯,后院的展览共收集了有关徐向前元帅战斗,生活,工作的珍贵照片四百二十六幅,和不少珍贵的食物 如望远镜,旧军衣,水壶等七十余剑,徐帅亲笔书写得他生前最喜欢的两首故诗石灰银和龟随兽也存放在这里,故居内还陈列有徐帅生平世纪展,庄重肃穆,朴实无华,现已被列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6年5月25日,徐向前顾居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徒为陈云同志为徐帅的提词